各位朋友 人民力量跟大家見面 今天呢 我左右兩邊很有權威的女性在這裏 是 哈哈 兩個型格都有點像的 不過不知道誰比較兇 那就是左邊大家也認識了 是不是 我們的護教聖女 哈哈哈哈 阿Joe你也認識 阿Joe 那現在要改名了 哈哈哈哈 那另外就是Jacqueline Hello 你好 我們的真是陳小姐 是不是 是啊 真的是陳小姐 哈哈哈 她姓陳的 那些人當我 她是我的妹妹那樣 在全灣區 是的 那今天跟大家講呢 就講這個屏風樓的問題 那為什麼特別講屏風樓的問題呢 那因為剛剛早兩天的區議會 全灣的區議會呢 竟然通過了一個議案呢 就支持政府在全灣區建這個屏風樓 那這個待會讓阿惠儀和大家分享一下 當日啊 就是全灣區議會這個 這麼奇怪的表現 還有那些區議員呢 那個的嘴臉啊 那講開屏風樓啦 有些團體就做了研究啦 是吧 全香港 就是有百幾個屋院 是被形容這個屏風樓 受影響的市民呢 就超過150萬 啊 就是你去很多的地區 啊 包括特別是紅磡 最嚴重的了 嘩 你的紅磡去到這個 這個紅磡灣附近呢 一看出海呢 嘩 海水都看不到一點滴的 是吧 那你去到這個東涌 嘩 整個影韓園啊 就是這個 藍天半島那一堆呢 封過去呢 又另外一個的屏風效應 你去到這個的 啊 就是港島內街更加 就是不用說了 就是不用說了 那你九龍這個新 這個發展區 這個附近這個的 大角咀 啊 還有西九龍那一帶呢 都是 就是那些樓宇呢 是形成一個屏風效應 啊 那很多的研究都顯示呢 就是屏風效應 影響這個空氣流通呢 對市民那個的身體健康呢 是會構成很嚴重的影響 就是特別針對一些老人家 特別一些懷孕的婦女 特別一些的 有呼吸問題的 就是兒童呢 一個的呼吸問題的出現呢 很可能導致他們的生命呢 健康是構成這個威脅 特別你有敲喘的話呢 是更加嚴重的 那麼過去很多的報告 特別環保署 都經常有這個的警示呢 就說咦 當這個的風速低到某一個階段 又剛剛 就是我們的偉大的祖國 那個空氣 飄下來的時候 這些絕對不是自由空氣啦 更加不會是清新的空氣啦 是不是 這些呢 就是跟共產政權一樣呢 是帶著一些有毒素的東西呢 就飄下來香港那樣 就是這個偉大神舟 就是帶來的東西呢 不單是這個 令到我們人權自由 受到這個威脅 反而我們那個生命 我們的身體的健康呢 也都同樣受到威脅 那一飄下來的時候 這些空氣停留了在香港 因為沒什麼風 是不是 再加上自己香港本土的 那些汽車噴出來的廢氣 再包括很多些空氣的調節 那些冷氣系統 因為你天氣越熱呢 那些大廈的冷氣就越厲害 是不是 導致到這個市區裡面 那些的廢氣呢 就凝聚在和累積在這個 就是人口密集的地區 那進而令到你吸入這個空氣呢 嘩 有時候有一種感覺呢 嘩 特別你在中環 下午12點1點的時候 站在皇下大道中 即是幾座大廈中間的時候 太陽照曬下來呢 嘩 簡直有一種在沙漠那種浩熱 和呼吸困難的感覺 那講講那麼多區呢 其實最嚴重的區就是東涌 東涌呢 這個環保署做的那些研究呢 在這個中午12點到2點那段時間 當出現剛才那類的情況 東涌那個空氣呢 那些沿浮粒子凝聚 而導致到那個污染物的累積 影響那個人體那個情況呢 是極為嚴重 那麼有一段時間正如呼籲 剛才我講過幾類人 孕婦啊 有呼吸系統的朋友啊 還有年紀老的市民呢 直接不要出街的 勸於在他裡面呢 還有都勸於你呢 就算是在一起都好呢 不要做粗勞的運動 或者粗勞的工作的 所以你千萬不要 夏天12點到1點呢 以為可以鍛鍊這個身體呢 就在東涌市中心那裏呢 就跑步那樣 那就是吸引呢 可能真是 一個不小心呢 就出現這個中暑 這個中暑的問題出現 可能是因為空氣的不流通呢 是加劇你身體那個機能的消耗呢 而令到你身體出現這個特別 出現類似中暑的問題 呼吸系統的問題 那所以這個屏風樓這個問題呢 就是過去 隨著這個七八十年代的迅速發展 這個地產霸權為所欲為 是吧 就是喜歡起多高就多高 喜歡起多密就多密 完全漠視市民的訴求 那但是在這個九十年代中後期呢 就是市民開始見得多幾座屏風樓出現呢 就開始醒覺 到這個就是二千年 過去那幾年呢 立法會也好 環保團體也好 包括有部分的地產商也好呢 都開始關注這個屏風樓的問題 因為那些地產商都知道 哇你建那麼多屏風樓 很可能有些樓基於那個屏風效應 那些人不喜歡影響那個 就是銷售和那個購買 那所以呢 就在設計上呢 你現在一座樓 整個幾十米寬的那些呢 已經開始小見了 現在出現呢 就一座一座一座 那但是那個設計呢 當然一座和旁邊那一座都可能相加三四十米 那但是一座和兩座中間的後面呢 它又建了一座樓在那裡 是吧 那變了 咦你那個設計上就好像 一座和兩座之間可能相隔三四十米 那但是你一看下去呢 哇其實都去了覆牆的喔 那當然覆牆裡面呢 有些縫 縫後面又有條大柱頂著 那這些這樣的情況 那所以就是有不少人士都覺得 喂你那個設計上 當然跟這個七八十年代比呢 現在在設計上 在一個成規要求方面 在一個環保要求啊 和在政府那個角度上呢 都開始逼一些發展商 和逼一些有關機構 特別這個港鐵呢 在港鐵上的發展的時候呢 都盡量減低那個密度 因為就是 現時這個港鐵的發展呢 有幾個大的地盤呢 是有這個屏風效應的樓宇呢 是這個將會起的 一個就是元朗站啦 講了很多年 一個就是南昌啦 跟著就是這個的中環啦 是吧 跟著就是荃灣西站 嗯 那麼過去這幾個規劃出現的時候呢 吵得最早的就是這個的元朗 啊 啊 跟著呢 就這個的 南昌 啊 那麼中環呢 就那些地產商吵得最厲害 啊 因為你在這個的 就是IFC 這個的 就是 中環的地王 的地標前面呢 最早期就是規劃了一座 就是三四層高的大廈在他前面的 那基於這個的 就是IFC的發展商 你知道哪幾個啊 嗯 新龍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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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姬 啊 啊 為民請命 反對興建 啊 這一個的 啊 劉宇 哇 真的 很厲害啊 反對單 最後被他成功爭取 就是為民請命 啊 為民為這個的地產 他的選民 是 他為選民這個的奔波呢 最後就成功迫使到政府呢 他就大幅降低 這個IFC前面那就是 樓宇那個興建的面積和高度 啊 其實那裡都沒有什麼 平風效應的啊 相對地 是吧 你IFC已經很厲害了 是吧 所以呢這個就是 啊 有些影響力 還有一些 啊 立法會議員 又說石禮謙議員那個的能力 啊 還有權威幫手的呢 真的不同的 好像前幾天在荃灣區議會 就是講這個平風樓的時候呢 就是臨後我都很唏噓地說 我說 哎 石禮謙代表這個地產界 成功爭取到 減這個興建面積和那個樓宇高度 我說如果石禮謙議員 是新界西的民選議員呢 我們這個荃灣區呢 就有機會成功爭取 減這個荃灣西站 那個建築密度和那個高度 是 就是荃灣有救啊 好不幸就是不肯出來直選 如果石禮謙肯代表新界西的話呢 那我們荃灣區民就有救了 那所以 過去那二十年 政府興建了很多屏風樓 有數以百萬計 有些環保團體估計 超過一百五十萬人受影響 其中有幾多 因為這個問題而身體受損 而導致到這個生命受到威脅 甚至是這個生命 就是那個年期受到這個 因而這個減少的呢 這個沒有什麼研究 我們可以看到 但是影響必然存在 這個是過去做了這麼多 但是未來都繼續有 是嗎 是 是 剛才說的元朗站雖然減少了 但是仍然那個密度是極為這個嚴重 南昌的問題 政府仍然起很密度高的樓宇 在這個鐵路站的旁邊 然後就 荃灣剛剛早兩天呢 就這個 區議會通過支持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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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政府 會做很多研究顧問報告 怎樣去美化個海濱長狼 等等等等 聽到都是一些美麗漂亮的東西 但是呢 突然間 發現區議會大會 即是在5月31號星期二呢 就有一個議程 就是講到這個西鐵線荃灣西站五區物業發展項目 簡稱就是TW5 這個區呢 其實就是 包括這個 城半 和灣門兩邊 其實就是在奇德磚新村前面 那個位置 就一個很大的面積來的 就儘管去聽一下 就看看議員究竟會怎樣去 去講這件事 那在這個會議最開始的時候 其實就是邀請了港鐵 就過來去到 講一下究竟呢 他這個項目是怎樣 那其實呢 他就 不止一次修改這個項目 因為呢 其實因為太陽衰 那些方案 那現在呢 他就用了兩個 就是很美好的概念 那一個呢 就是叫做 限制發水樓的規定 港鐵就跟隨了 而第二樣呢 就是他在每一張的power point 那裡 都說是優化這個 荃灣西那裡的面貌 那當然啦 就是我們看到這些圖的時候 都會嘩然的 哇 擺明就是建屏風樓啦 那只不過呢 就是比起之前的 就是一個方案呢 就是那些 所謂的通風浪呢 是闊了 那他呢 就會說 那現在闊了啦 有18米啦 有1度呢 有50米啦 那些居民呢 可以在那裡之間呢 都可以看到海的 還有呢 可以呼吸到空氣 那他就講講講講了很久 那到他做完這個報告之後呢 那其實呢 就見到那些議員的那個反應呢 就說 咦 是啊 有改善啦 不過呢 你都可以回去再看看 做得更好的 那其中呢 有一個的方案呢 就是在會議前提出的 那其實呢 就是在那個範圍裡面 當區的議員 那就是陳金林議員 那他呢 那他呢 就 禍議呢 就是陶桂英議員 那他就寫了一個方案出來 那他呢 那他呢 就是動議呢 這個全灣區議會 歡迎政府 根據限制法水樓前提 提出的優化TW5設計 及增加中小型單位的供應 即是說到呢 就是優化了 又限制法水樓了 那還有呢 又可以增加中小型單位的供應 但是呢 但是強烈要求呢 政府進一步呢 在成本發展方面呢 就調整 住宅單位的分道 回應市民的訴求 那其實呢 魔鬼就在細節 就在呢 後面那兩句那裡 究竟我就會想了 第一 是不是居民的訴求來的呢 就是在自己的家前 建一些屏風樓 只不過呢 初初第一個方案 不收貨 現在呢 畫過一些圖織了 那些縫位呢 那究竟呢 是不是已經回應了呢 那第二呢 那究竟呢 就是 那些市民 是不是因為說 哦 跟了這個規矩 是限制了法水樓 他就會歡迎 增加多一些中小型貼窄 那樣 那在那個的會議裡面 就千奇百怪的 就是有一些呢 就會說 哦 即是你 既然呢 就不建酒店了 那不如呢 就在那裡 就建多一些單位 那呢 我會歡迎你建單位 如果你可以 將那些樓價價錢 降低 那但是那個問題呢 就是 他始終都是在想發展 和一個地產霸權的問題 就是令到 可以多一些人 跌落那個陷阱那裡去買樓 但是啊 祖姐 那天整個討論呢 當日我在會上 和過去那麼多年來呢 居民重點 關於荃灣西站的興建 是那個屏風效應的問題 是的 你在酒店也好 建這個的住宅也好 這個很多次是市場的需求 那譬如為什麼去不起酒店呢 余森廣場已經有一個 超大型的酒店在那裡 那很可能 基於余森廣場那個 酒店的發展呢 已經令到地區上的酒店的需求 大幅減少 所以他不起酒店 改了做住宅呢 這個未必是德政來的 是的 真的 因為他十年前 十年前設計的時候呢 余森廣場 都未決定起酒店 因為那個反覆了很久的 余森廣場的發展 是吧 和青山公路完善呢 有些地方都未建酒店 那你究竟荃灣區的酒店的需求 是不是仍然有 那個市場是不是仍然有 你需不需要在這裡 建這麼大幅的用地 建這麼數百間房 的大型酒店在這裡 這個是一個市場的問題 是的 所以他一直就是用那個市場 來去主導整個討論 不是說後面 就是住在其他磚 那些居民都需要 區議會說基於你這個 就是限制那個發水樓 以及建這個 這個 這個 就是 這個 不是建豪宅 建市民用的 中小營單位 就表示歡迎 OK 這個是房屋政策的問題 這個我們從一個角度去看 這個我都未必會反對 一個角度 但是你整個荃灣西站最大的問題 就是那個屏風效應 那當時我在會上我提了一個修訂 我就加一個修訂在尾 我沒有反對那個原動議 我就加一個修訂 我就說 我沒有反對 我沒有反對 我沒有反對你那個 我沒有反對 所謂的這個 我沒有反對 我沒有反對 你這個中小營單位 輕建的問題 但是你說基於這個 這個屏風效應 區議會不是應該反對 對 因為現在有居民住在這裡 是的 特別你陳金林 作為奇德磚區的民選區議員 你的屏風樓全部阻擋你奇德磚的選民 在你前面的 你作為當區民選議員 你竟然不處理這個問題 是吧 還有最荒謬呢 有一個叫做陳恆斌 陳恆斌就是民建聯 新界西 新界西的陰點 民建聯陰點的譚耀宗的接班人 2008年立法會選舉排第二 在這個新界西 是吧 那這一次很大機會 早前有些傳言 譚耀宗退休不要選了 被陳恆斌上 這個是民建聯的陰點的 就是新界西的未來大佬 哇他開會議政延遲 是吧 因為呢 全民區議會成立了一個小組 研究屏風樓問題 他就是那個屏風樓小組的召集人 找了顧問做了一個研究 就列出這個屏風樓呢 對居民構成什麼影響 是 他講完之後呢 就議政延遲很憤怒站起來 哇始終和旭文上身這樣 我抗議離場 我離職這樣 抗議離場啊 很厲害 哇民建聯在區議會 因為反對這個西站開這個屏風樓 興建這個屏風樓 這個TW5計劃呢 他抗議離場 但是跟著所有民建聯留在那裡的 全部反對我那個修訂啊 是啊 你說你民建聯 你民建聯是不是精神分裂啊 哈哈哈哈 你民建聯這個新界西的所謂接班人 譚耀宗的接班人 做了這個都兩屆區議員 作為這個民建聯新一代的地區的政治領袖 拿了公帑做了這個屏風校正的研究 結果和報告是顯示這些屏風樓 對居民的健康構成威脅 其實是不是他都知道這些數據 但是呢 他又要站在政府和地產 你是不是應該領導民建聯 所以呢 民建聯最無恥是對的 民建聯最無恥 這個報告顯示對人體健康有問題的 完全不理 哦 你那個負責人拿了公帑去做的就是離場抗議 跟著其他民建聯那些就留在那裡支持 興建這些毒害市民的屏風樓啊 哈哈 這兩頭蛇 幾十萬的報告 哇 真是如果我早知道有這麼強烈 有這麼激烈的場片 我應該叫Peter去拍下來 哈哈哈 真的 是不是 即是如果你當時拍了那些影像出來 再播上網上呢 即是我覺得這個是歷史經典來的 不過我們可以拿回一些會議紀錄 遲多幾個星期呢 我們找了一些會議紀錄出來呢 或者我們看看拿不拿到區議會那個錄音呢 看一看 是 接著播出來 嘩 異政嫌持 那些毒空氣影響市民健康 跟著呢 就民建聯在區議會的人一致反對 陳偉業提出反對興建平封樓這個修訂 最後呢 整個區議會除了我一個反對之外呢 就支持民健聯華 歡迎這個興建 這個全灣西站這個方案 嗯 你說是不是荒謬呢 所以各位朋友 就是 即是 那當時我們都要澄清呢 我提供的一個修訂方案 反對興建平封樓呢 這個民主黨那幾個是支持我的 有和意的 有幫忙和意的 是的 有幫忙和意 還有支持我這個修訂 但是我修訂輸了之後呢 他們就全部轉了 支持這個原動議 歡迎興建 當然他們覺得 興建這個中小營單位的需求 是凌駕反對屏風樓 是不是 我都覺得你興建這個中小營單位 不是表示必然要屏風樓的 是不是 你減少兩棟 屏風樓樓的效應就少了 是不是 你不用興建這麼多棟 高到五十層 五六層高 是不是 接著就把整個全灣的海邊 就是這個的封散 所以我呼籲各位朋友 因為很多年輕朋友 特別這個意識 民主意識高的 強的朋友 很多時候不是很著重區議會 也都很少留意區議會的工作 所以人民力量要參選的朋友 仍然不多 是不是 是吧 我今天看這個人網討論 咦 有個朋友可能聽完五月三十號 憶民踩場 就說很想參與這個石梨區的選舉 是吧 那個朋友 如果你們是的話 記得聯絡我們 我們看 還有我們現在仍然沒有人參選奇德尊 還有全灣市中心 是吧 一個是陳金林的 一個是陳恆斌的 兩個都是民建聯的領導人來的 這些地區霸王來的 是吧 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挑戰這些表裡不一 漠視屏風扭鬥市民的影響的人 如果你認為民建聯真是最無恥的那些 麻煩你在那個區住的朋友 真的站出來 是吧 你在荃灣住了這麼多年 你是很熟悉全灣區的環境 是吧 就是你覺得那些屏風效應 由你小時候 你小時候 我不知道你 不要透露你的年齡 十幾年前 十幾年前 是吧 十幾年前 十幾年前已經很大改變了 很厲害 但是說三四十年前 三四十年前 這個沙咀道是海邊 是吧 日後日後填出去 越填越多 你看回這幾年 荃灣區 你在仲溫街 那頭都熟 沙咀道的頭 清探道的頭都熟 你覺得那裡的空氣環境是怎樣 很明顯是 這十年是越來越差 因為我媽媽是敲喘的 整天都會咳嗽 喉嚨永遠都是 在家裡不停打癡 要長期開冷氣 其實我是剛剛住在村農街 村農街 剛剛是荃灣區 一個很重要的通風浪 所以呢 我們是首當其衝 以前仲溫街呢 直到楊屋道 楊屋道外面是球場 楊屋道球場 那些風吹下來 那你現在洞了座 如生廣場就在旁邊 如生廣場旁邊就是萬景峰二旗 那些新廣場過來 有些新廣場的樂城 那裡基本上 就是以前這個中溫街 那個通風浪的作用呢 基本上沒有了 沒有了好局 是吧 所以你看到那個城市規劃呢 你去到紐屋呢 它的路由頭到尾通的 由頭望到尾通了 所以它是由這個河邊 Hudson River那邊 那邊進來很多空氣呢 是直通過 一大風起來呢 那些風從頭吹到尾 很大風的 因為它出現一個所謂 就是這個風浪 一個wind tunnel的效應 那些大廈阻礙著 跟著那個巷呢 由頭通到尾 那些風就直吹 偶爾有一兩條街阻礙著 比如5th Avenue 有一兩個位是阻礙著 但絕大部分在紐屋 人家百多條街都好呢 是通的 香港那些呢 三五條街就阻一阻 三五條街阻一阻 那那個風流 流通的效應呢 是受到很嚴重的影響 那所以 Jacqueline就說 那你媽媽如果知道 那裏再多幾棟 會不會搬呢 會的 其實我們搬過一陣去深井 真的是兩個地方來的 完全兩個世界 是啊 是啊 那所以那個 平風效應對市民的影響 真的很嚴重 我們休息一會回來呢 再講講平風樓的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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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